在新盖的牛椒啊 正在建设当中啊 还没有到最后完工啊 这是新盖的牛椒啊 这基本上都是砖火啊 这 你看这牛巢吧 有用这个胶皮的 这人家这是搞这个砖气的啊 这砖 你看气的刷齐啊 活干挺立的啊 这中间就是 气起了这个巢之后吧 里头搞了废料 废料之后 上了之后 这个打的钢筋连的 这是双排卷啊 两排的 这牛巢子可以做的就是60宽的 这是 也可以做70宽的 里边那个是50稿 外边是60稿 就这么事啊 这不都是 中间这个立柱都是 这是四寸管 四寸图形管 这三盖都是保温板的啊 中间这是透明瓦的 透明瓦还没上的 这这这这卷就是属于 挺标准的这牛巢啊 这造价就是稍微高点 但是说 你看这牛巢 它为啥这举价这么高呢 举价好 举价高 通风好 通风非常好 冬暖夏凉 这周边就可以说 在冬天前就可以放湿道布就行了 简单实用啊 有些可以说 做出窗户也行啊 做出窗户 反正就是 夏天前就感觉有点热了 简单 这里头 这里头这样够宽 这将近四米多的 这中间这锅道 不大两米啊 一米八就 非常经济实用啊 漂亮啊 美观 美观大方的 啊 这个是那个保温板啊 这三盖就用的这种 啊 这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的 就在施工嘛 啊 这牛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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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头多宽的啊 啊 这八十块 这八十块 这就是 弄完了之后呢 剩多些啊 啊 两面卫牛的啊 这 这个镜里头剩多些啊 六十啊 镜里啊 啊 两面卫牛的 两面都用着一个槽子吧 这里的 那他这里头宽的 这里头只有五米宽的 嗯 就是 这水泥可够耗啊 这不够耗不赢 因为把那个死尘舔掉 这是技术 看一遍的啊 啊 啊 给里头倒完了之后 我得摸到外边吧 是吧 还得打一遍 啊 那边盖的是散卷 出了不上 上出了不完之后 再搞追 可以吗 这是整个盖 整个盖 盖进 好老铁王 有意想了解牛圈建设的内部构造 是不是想的 就给我点点红薪点点关注我